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京都、大阪、神戶 或是直接稱為京阪神 這三個城市包含周邊的衛星都市 總共有1900萬人左右 這麼多人生活在這個區域 好吃的東西絕對不能少 大阪的章魚燒 京都的抹茶甜點 神戶牛等等的知名特色美食 聽到就讓你口水直流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Tabellog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Tabellog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京都車站附近有名的拉麵百名店 心服菜館 跟另一家車站旁的拉麵店 本家第一序本店齊名 這家店已經開業八十幾年了 特色是非常深色的醬油湯頭 雞骨豬骨熬煮而成 但不會到很鹹 麵上灑滿了大量的蔥花提味 叉燒非常的軟嫩好吃 日本料理店 日本料理店 這家店在日本人愛用的Tabellogu 拿到了高分3.77分 在Google Maps也有4.1分 料理是以丼飯或是麵類為主 算是有很多經典菜色的日本料理店 味道非常的柔順好吃 冬喬特別喜歡他們的青魚壽司 不會太酸 然後可以吃出淡淡的飯的甜味 接下來介紹京都第一名 也是Tabellogu白名店 Google評價4.4分 冬喬最愛的烏龍麵店 山元麵造 這家店6點多就關門了 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來訪的時間 本店的手打烏龍麵真的非常Q彈 搭配純天然的鑑魚沾醬 炸物方面 嫩雞胸肉超級多汁 牛棒也香甜好吃 最後店家良好的服務態度 再加上附有中英文菜單 真的大大大推 我們來試試看京都的名物壽司 青魚壽司吧 位於京都四條的 宜茲 於西元1781年開業 非常有歷史 青魚壽司就是將青魚泡上醋後 重複堆疊 再加上昆布 吃起來味道酸酸的 很適合夏天吃 大鎮初期就創業的 鰻魚飯 荊棘卡內歐 店鋪保存了當時的建築 所以光是店鋪本身就很值得拜訪 鰻魚飯加了大份量的蛋在飯上 掀開蛋之後可以看到鰻魚以及白飯 有趣又好吃 在貴船大概有20幾家餐廳 提供穿床料理的服務 簡單來說就是在河的上方放置一個平台 然後就在平台上用餐 跟鰻川夏天的納涼床差不多 但是貴船的穿床離合更近 我們這次挑選的 貝尼亞 位於貴船料亭街最前方的位置 距離其他餐廳都有一點點距離 比較不會有前後都是餐廳人擠人的感覺 料理的部分是用當地的魚以及山菜 所做出來的金會喜料理 從前菜、湯、煮菜到甜點非常的豐富 不同的價位也有不同的菜色 大家可以查查官網 燒肉店淡麻物的特色 就是使用花了50天熟成的黑毛和牛熟成肉 據說可以將肉的蛋白質分解 然後增加氨基酸 吃起來會更加的美味 一定要試試他們的名物海膽 生牛肉加上金箔跟海膽 味道濃厚且鮮甜讓你無法忘懷 另外這家店的裝潢高級 雖然中餐價位只要日幣四五千 但是整個裝潢讓你感覺自己 好像花了一萬日元吃這餐 蠻值得的 通天閣這個區域是大阪串炸的基站區 我們推薦達摩串炸新世界總本店 如果人太多的話新世界這裡 還有很多分店可以選擇 這家店已經開業將近100年了 可以說是大阪串炸發想地 是一種庶民美食 簡單來說就是把各種食材 用特製的牛油來炸 然後沾一下特製的醬汁後就拿來吃 非常有特色 因為番茄跟紅薑等等的食材都可以拿來炸 然後意外的很好吃 章魚燒稻樂 Wannaka 應該是大阪最有名的名店之一 千日前本店曾經連續三年被米其林指南推薦 大家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口味 比方說不同的醬料或是加上鮮貝的都不賴 好吃的秘訣就是特製的醬汁 導熱率良好的銅板 以及技巧高超的烤章魚燒指人的功力 在大阪肯定要吃大阪燒吧 Negiyaki Yamamoto 家店的特色 就是在大阪燒上加了很多蔥的Negiyaki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點 海鮮、豬肉、牛肉等等的版本 大口吃下去 配上醬料、蔥花跟肉 雖然重口味 但真的有夠爽 私心推薦一家很好吃的蛋蛋麵 是拉麵擺明店以及米其林指南所推薦的Negiyaki 東橋是從北野藝人館過去的 坐車家走路要20分鐘左右 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時間前往 店裡還很貼心的教你怎麼吃 因為怕麵會糊掉 趕緊在20秒內拍完照片就開始攪拌吧 這家店的蛋蛋麵加了32種不同的香料 肉味噌、洋蔥等等的 戴在一起真的風味十足 吃起來超爽 愛吃麵的人絕對會回味無窮 這邊插播一家位在油馬溫泉的小吃店 竹中肉店創業於大陣初期 販賣高級的國產黑馬河牛和神戶牛 一定要吃吃看用神戶牛製作的炸肉餅 體驗一下高級版的庶民美食 冬喬也點了一瓶當地名產油馬溫達 好喝 來到神戶真的很推薦花一點錢 常常看傳說中的神戶牛 我們吃的這家店是曾經得過米其林一顆星的 神戶牛鐵板燒、雪月花、奔店 一百多年歷史的神戶牛是神戶人的驕傲 紅肉味道的細膩 跟脂肪的味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我們點的套餐大概兩萬塊日幣左右 用鐵板燒的方式一道一道上菜 真的是視覺、聽覺、味覺的饗宴 歐峰料理 Mon 這家店開業於西元1936年 店裡的樣子十分的復古 餐點特色就是他們的炸豬排定食 烤得金黃酥脆但麵衣不油膩 肉很多汁但不會肥厚 配上清爽的溫野菜 讓整餐吃起來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SMART咖啡店於1932年創業 創業至今將近90個年頭 一直堅持著咖啡豆自家兼備 帶給客人最高品質的咖啡 這家店的另外一個經典料理 就是他們的法式吐司 麵包烤得非常的鬆軟 然後吸得非常足夠的蛋汁 加上甜甜的楓糖醬 明明知道早上吃這個熱量太高 但真的是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這家咖啡店就開在本能寺的附近 大家吃完早餐可以參觀一下寺內的一些重要文化財產 大家知道京都市日本吃最多麵包的地方嗎? 這裡好吃的麵包店真的很多 有些甚至在東京都有開分店 Five Run的麵包使用國產小麥製作 為了大家健康製作麵包的時候控制了糖分 也因此將小麥的味道更加體現出來 包括點的早餐的套餐 除了厚片吐司外 還有Fuku Renona麥片加優格 健康滿點 Five Run就位在警示廠商店街以及二條城的附近 吃飽飯就可以用走路的方式開始一天的行程 Coffee Shop Yamamoto 就在京都超級大觀光景點藍山車站的附近 深受觀光客以及當地居民的喜愛 店外跟店內的氛圍 非常的懷舊文青感 早餐三明治是這裡的明星商品 包不點的牛肉三明治肉片給的很豪華 配上炒蛋以及沙拉 還有自家兼備的咖啡 只要1100日圓 讓你第一餐就可以飽到中午 藍山附近非常多景點 有竹林小徑 跟超美的天龍寺 沿著貴川走走都很不賴喔 如果要說京都最有名的拉麵店之一 那就非本家第一序塔嘎巴西的本店莫屬了 這家店真的是永遠大派長龍 可能也是因為太知名了 營業時間也是直接從凌晨開到深夜 塔嘎巴西已經開了50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京都福建產老鋪醬油味道的湯底 十分的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的味道非常的順口 這家店開在京都車站走路5分鐘的距離 很適合早上剛到京都的第一餐 或是離開京都的最後一餐 提到大阪最知名的庶民小吃 就是章魚燒了吧 哈拉大扣就開在大阪梅田車站旁邊的美食街 早上10點開始營業 可以當成晚點起床 然後沒有什麼時間慢慢吃早餐的首選 章魚燒好吃的秘訣就是高溫的控制 哈拉大扣的章魚燒外層烤得鬆軟 內部非常的實在 定番的章魚燒或加了大量蔥和美乃滋的 奶肌麻油都很好吃 兩個人以上的話可以買兩種試試看 大阪市中央現賣市場 就像是東京的豐州市場 市場的N多 章已經100年了 海鮮當然是直接使用市場最新鮮的食材 壽司飯則是使用岡山的貝錢米製作 好魚跟好飯雙組合 吃起來就是爽 真的覺得住在日本能夠吃好吃的壽司當早餐 真的很幸福 市場位於中枝島的附近 是一個很適合散步的地方 吃完早餐何不再周遭走走消化一下呢 壽東Q太郎這個名字聽起來烏龍麵就很Q 這家店的老闆曾經在高松跟晚歸的兩家烏龍麵名店修行過 於2017年在大阪開了這家Q太郎 這家店的店內裝潢十分的年輕 甚至有點潮牌服飾店的感覺 烏龍麵正是十分的Q彈 加上有了不膩的炸物 稍微中和一下烏龍麵昆布製的清爽 一定是讓你無法忘懷的早餐 壽東Q太郎就位在大阪城 新齋橋 還有任公園的中間 去哪也都方便 Sank的烏龍麵可能跟大家常看到的純白色烏龍麵有點不一樣 外觀上可以看到咖啡色的顆粒 店長稱為香味麥芽 聽說吃起來比起一般的烏龍麵更有香味 包製點的肉烏龍麵看起來有點像是大家常吃的牛丼飯 實際上肉的味道還真的跟牛丼一樣 搭配起烏龍麵其實很不賴 烏龍麵的湯汁可以稍微洗刷掉牛肉的油膩 當成早餐也不賴唷 Kuru的特色就是麵包的種類非常多 聽說一天會有150種左右 Bobbo跟維恩前幾年在大阪拍片的時候 這裡魷魚跟飯店很近 幾乎天天都來拜訪 除了種類多以外 另外一個特色是麵包使用了多種小麥製作而成 讓食感還有香味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麵包上面的野菜 是麵包店自家農民所製作出來的 保證新鮮好吃 Kuru古頂四丁木的地理位置很好 離大阪城走路幾分鐘就到了 吃完早餐馬上就去大阪城 可以避開人潮喔 如果在食べ樂搜尋神戶的早餐 這家Konmushi no wa 就是第一名 是神戶最具代表的麵包店 老闆莊思索先生 原本是經營法國料理店 所以用法國料理的創意發想出多種口味的麵包 最有特色是法國麵包 國產小麥粉的香味 配上具有嚼勁的麵包 讓你一早就可以訓練下顎 聽說這家店的蛋糕也非常的好吃 改天再度回到神戶一定要試試看 Konmushi no wa 位於神戶的市中心 距離車站也很近 去神戶港 一人館真的地方都很方便喔 Assemblage 是 Kakimoto 家店的主廚 原本晃紅 是代表日本兩度參加 World Chocolate Master 的優秀巧克力職人 我們進到時尚的用餐區域 疊了這家店的經典巧克力甜點 Le Jardone Jardine's Garden 在巧克力球上面 淋上熱騰騰帶火的白蘭蒂 等到巧克力融化之後 裡面出現了冰淇淋 跟酸酸甜甜的莓果 這種能夠吃的藝術品 真的是好吃又好看 Assemblage 是 Kakimoto 算是位於京都很赤中心的區域 離京都寓所或是鴨川一帶都很接近 Kinana 這個可愛的名字 就是Kinako no Ice 黃豆粉做成的冰淇淋 使用單波黑大豆 不添加任何的化學調味料 吃起來非常好吃順口 我們拜訪的時候接近夏天 點了羽智金石的剉冰 還有黑糖金石的剉冰 淋上煉乳 挺而不利又適合IG打卡 吃得好幸福 保全JR新幹線京都站點 就是位於京都新幹線的站內 雖然一定要進站才可以拜訪 但好處是人潮不多 理論上不需要排隊 保全最知名的就是他們家的和果子 使用最高級的單波黑大豆 或單波大那眼小豆 包補點的單波大那眼神仔 就是善宅 像是紅豆湯一樣的料理 加了大那眼小豆 跟自家製的烤餅 挺而不膩 抹茶聖代也是加了大那眼小豆 配上魚汁抹茶 跟冰淇淋 跟白玉 是京都很代表性的甜點 中村藤吉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業160年的老鋪 雖然銀座也有分店 但在魚汁本地吃才更有特色吧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的具有特色 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魚汁本店現地的 Maruto Parfait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中村藤吉位在宇治 吃完之後可以逛逛國寶平等院的鳳凰堂 Extra Karahori藏本店 位於非常有風味的丁家中 可以看到細條木頭綜合組成的格子門跟窗 光是這點應該就可以吸引到不少人前往了吧 至於甜點 這家店提供了比利時加利寶的高級調溫巧克力 所製作的巧克力甜點 我們可以試吃抹茶跟咖啡巧克力 真的不錯 Bobbo點了一杯冰冰涼涼的巧克力聖代 巧克力配上香草冰淇淋 是永遠不敗的組合 這家店會在新宅橋走路約15分鐘的一個悠閒安靜的區域 在這裡悠閒吃完甜點後 就可以到新宅橋寫屏 Mikki Fruits Cafe 就是一家專門賣水果的甜點店 特色是菲律賓產的高級阿波山4%800的香蕉 一條大概就要1000塊日幣 用這麼名貴的香蕉 以及其他水果做出來的水果三明治 以及聖代 真是健康好吃 這家店算是位在大阪的市中心 據所有知名景點都方便 中古堂的特色就是職人現場高速倒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作秀而已喔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片日本甜點的包勃 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 加上甜甜的紅豆 真的很不錯 中古堂繼續往下走 就可以到擁有東大寺的奈良公園 是一個逛公園前的必訪甜點店喔 Ochianoko 是一家網路上賣茶為主的商店 在奈良的商店 接開了一家以剉冰為主的甜點店 Bobbden的Special火雞茶剉冰 是用奈良現產的大盒茶 加上牛乳製作而成的 也加了隔餅 還有冰淇淋 價格852日元 比起動輒要1000多塊日幣的天然冰剉冰 價格算是清明了很多 而且不錯吃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